恰之一算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进山了 六月份一个月都是在路上 我从广州一直开到了最北的墨河的北极村 一个月时间 然后回来呢 七月份一整个月时间又是在工作 因为七月份高考刚刚结束 所以这个留学工作正是最紧张的时候 今天也是忙里偷闲 因为在城市待得太久了 要出去透透气了 上周刚刚在ETC里存了几千块钱 然后存完钱以后发现卡座又坏了 所以只能走人工通道 想我的服务区去个洗手间 哎呀 水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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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工通道 还不错 还不错 中国红茶之香 这个英德 中国红茶之香 英红九号 非常有名 英德 又来了 线高了 这2米2的线高 2米2的线高 我的应该是2米14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还是走那边 凡事有利就有弊 这个车内空间是拓展了 加了个车顶箱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线高的问题 奥园新花小镇 那个叫新花小镇 跟我这个新花不是一个新花 你看左边这个山 有桂林山水的感觉 马路又宽又干净 车又少 这样吃就可以 煮来吃就可以 煮来吃 煮炸到货 要把冰箱开起来了 这么热的天肯定要开冰箱了 这个插上 好设置 现在是设置的多几度 嗯 8度吧 都不抛 放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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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